在我们云南 米肚减体是只有过年的时候 为了招待亲朋好友 才会制作的一道美食 今天师爷过寿 我特意准备这道菜 孝敬他老人家 首先 我们显用黄毛猪的前腿 用刀子在小鞋上 气开皮肉 再把瘦肉切成条状 宽为3厘米 二为4厘米 然后我们将瘦肉进行腌制 加入红薯米和白酒电燃 将红薯米烧出香味 再以肉一起搅拌15分钟 把腌好的肉 塞进气骨后的猪皮内 用线缝好刀头 用头天晚上煮好的稻草抓紧 放入水水中小火煮两个小时 在这个过程中 稻草的香味就会融入到头皮里 上下来 最后我们把猪体拿出晾凉 等在上轴前 切片摆盘就可以了 可以 取出第一个小片 约翅 白 За 让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